明年度中央總預算案持續在立法院卡關 院長韓國瑜邀請明天召開黨團協商 卻傳出藍營內部現在已經陷入了鴿派以及鷹派的拉扯 有多名區域立委認為不該再戰 標態擔心明年的大罷免朝以及2026地方選舉 但是有聲音堅持要是行政院完全沒有釋出善意 妥協只是給執政黨台階下 和解飯吃完了總預算案卻還是持續卡關 立法院長韓國瑜邀請週四召開黨團協商 立憑化解朝野僵局 但傳出藍營現在內部已經有雜音 團進團出一定會相互遵守 對於執政黨的監督我們不會放軟 我們也許我們會有比較柔和的處理 對外強調會團進團出 但據瞭解藍營黨團大會上出現鴿派 鷹派拉扯 不少區域立委認為要認清政治現實 持續封殺總預算案地方已經有不滿聲浪 擔心影響到明年的大壩免潮已經2026選情 不過也有立委堅持行政院不釋出善意不端牛肉 就這樣妥協等於是幫執政黨找台階 主要還是要看行政院就是善意回應 27億只要朱鎔派公開講一定會編 就好了一定會講 就好了這句話講出來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然後他就拖著 部分藍營立委卡在龐大地方壓力 和黨團決議之間有多為難 連民進黨都有聽說 早上我從高雄來到臺北的時候 也還遇到國民黨的立委 那事實上確實內部有不同的意見 比較在地型的或者比較區域型的立委 其實比較認為應該要讓總預算 來進入院會委員會來審查 總預算案這週院會 能不能一讀通過副委審查 端看週四黨團協商朝野能否堆疊善意 接送到立民州台北採訪報導